5月1日劳动节即将到来 为了体恤劳工朋友们的付出与辛劳 高雄市劳工局在22日上午 特别举办了高雄跨百 百公精彩的系列活动记者会 劳工局长周敦春也在致辞时 向所有劳工朋友们致敬 无疑劳动节来临之前 我们劳动局仅对所有 我们的劳动朋友尽 致最大的尽力 这是你们的贡献 系列活动结合影像征集 即录制Podcast的节目 模范劳工表扬 安全健康促进展示 一共健走 以及青年就业真才等 多元化的活动与服务 并且特别拍摄 记录了高雄百年劳工发展的 形象影片 要献给在城市中 默默努力的劳动者们 我们日出而作 打造高雄这座城市的荣景 与钢与铁与汗水为伍 一切都为了让家 让父母 让孩子幸福 只要就是要让我们 劳工朋友自己亲自参与 包括我们的产业发展 与我们的风险掌控 这部分 另外就是我们的休闲活动 都在包含在这一系列里面 举办这一系列的活动 就是希望劳动节 不再只是一天的结局 而是透过更多活动与服务 来慰绕辛苦的劳工朋友们 也透过各种方式 记录下百工百业 为高雄这座城市 所留下的不同面貌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高雄报道